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发挥话语的力量 有一本很可爱的绘本 内容说到有一位小女孩 在美术课时完全画不出任何作品 而老师却坚定地鼓励她 而最终女孩只有在纸上留下了一点 但老师没有出声责备她 反倒温柔地对女孩说请签名 然而当女孩下一次上美术课时 她发现了在老师座位的后方 有一幅画被美丽的金色画框表了起来 而当她上前仔细观看这幅画作时 发现了这幅画竟然是自己的作品 于是女孩开始想 我可以做得更好 她打开了从来没有开启过的颜料盘 开始尝试了不同的点点创作 有小点点 有大点点 有各式缤纷的点点 女孩逐渐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 也爱上了画画 最终由于她的作品相当精彩 而有了机会在学校展出 并且造成了很好的回响 有一个小男孩看到这些创作时 对女孩说 好希望我也像你一样厉害 但是我连直线都画不好 女孩听了后拿了纸跟笔递给了小男孩 邀请她留下她的创作 男孩却深深地画了一条歪七扭八的线 而女孩还是温柔地笑一笑 对她说 请签名 亲爱的朋友 你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行动 都有超过你想象的影响力 圣经中有一段话说 舌头在白体里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那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 所以有一句话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是讲到舌头虽小 却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破坏力 就像在1871年芝加哥的一场大火 在50英里外都能看到 这场大火烧了很久 几乎把整个芝加哥都烧光了 而这场大火的发生原因 竟然只是因为有一头牛 踢翻了一盏油灯 火焰先是把一栋房子烧掉 而之后继续延烧 几乎烧片了整个芝加哥 而就像大火 是从小火开始的 舌头所说出来的话 也是一样 可以带给人希望 甚至开启他的无限潜能 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心 让人一蹶不振 亲爱的朋友 你的说话不但会决定的人生 也会决定其他人的人生 所以圣经中还有另外一句话 这么说的 人因口所结的果子 必保得美福 这句话鼓励我们摆脱说负面话语的习惯 不要一直用话语为失败铺路 今天鼓励你开始留意你所要说的每一句话 常常的肯定鼓励自己和周遭的人 让自己的心态越来越积极正面 这些好的话语就会像一个种子 埋藏在你的生命当中 渐渐的让你开始拥有好的心情 并且改变你的心态和欣慰 你将会看见上帝让更多美好的事情 发生在你的生命中 良言如同风房 使心绝甘甜 使骨得医治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邀请您于YouTube频道搜寻 心灵蜜豆奶并按下订阅 领受更多祝福和生活的智慧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为主持的早安EasyGo制播 欢宇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夏凯纳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